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回到233网校,我是你们的谢老师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这三个负语母 和老师一起来读一读 还记得这三个负语母飙上了四个声调之后怎么来读吗 来,我们在这里再来读一读看 当嗷戴上了四顶帽子四个声调之后 怎么来读呢 来我们一边读一边来话声调 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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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当这个四个负语母 嗯,与其他的生母组合成音节之后,我们在这个花朵里面来找一找它的拼音 比如说,当第三个嗷和呢,生母呢,加上了一个贱母小一在一起之后,它变成了一个三拼音节 嗷,嗷,鸟 来,再来读一次 生母呢,加上了一个贱母小一和第三个嗷的音节组合在一起,变成一个三拼音节,来,再来试试 嗯,就用这样的方法,来,我们出现一个音节,我们就拼读一下 再比如说,第二个 是嗷,嗷,嗷,嗷 嗷,嗷 嗷,嗷,嗷,多少的少 一奥,要 嗯,大一和奥这个音节在一起是 一奥,要 日奥,绕 日奥,绕 自,嗷,早 早上好,早晨 自,嗷,早 好,这个也是一个三拼音节 特意,嗷,跳 嗯,这里出现了两个是三拼音节 旁边的这四个是两拼音节 来,我们先来读一读两拼音节 啊,复习一下 是嗷,少 多少的少 是嗷,少 一奥,要 嗯,不要 嗯 一奥,要 嗯 日奥,绕 绕圈,围绕 日奥,绕 自,嗷,早 早,早晨,早上好 嗯 上面的两个是三拼音节 特意奥,跳 跳,跳绳,跳高 那奥,鸟 脚鸟 好,这是关于 嗷的这个负语母 有了声调 用上了声调 再加上了一些 生母和继母之后组成的两拼音节和三拼音节 好,我们来看看 当嗷 啊,四个声调和其他的生母在一起又会是什么样的呢 先来读好这四个声调 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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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好 好,嗷的这一朵小花 看看你是不是也能够开得很灿烂呀 来,比如说,第一个 日欧肉 嗯 日欧肉 嗯 牛肉 鸡肉 日欧肉 嗯,把日这个卷声音要读好 日欧肉 第二个 特偶 头 头部 嗯,头发 特偶 头 嗯,头篮 头球 也可以用上这个 啊,音节来给声字 嗯 标,啊,声调 啊,标上那个拼音 第三个 乐偶 楼 楼房 楼梯 上楼梯 乐偶 楼 吃偶 丑 嗯 嗯,愁眉苦脸 要高兴起来 不要愁眉苦脸 吃偶 愁 忧愁 好,这个是 平舌音 自偶 走 走路 嗯,吃完饭之后 我们要到楼下去 走 一走 运动 运动 自偶 走 吃偶 吃偶 收拾 收拾 收拾房间 收作业 吃偶 收 嗑 嗑 口 嗯 嗑 嗑 口 嗯,就是我们说的嘴巴 嗑 嗑 口 好,这是关于嗑的这个组合成的音节 我们来看看第三朵花啊,又是 呦 呦的是四个声调和其他的生物啊,组成的这个音节小花 来,我们先来读读这四个声调 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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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好 好,呦和其他的生物在一起,你是不是也能够读好呢? 来,看看第一个 啊,七和呦在一起的时候是读 七呦 球 汽油 球 皮球 篮球 足球 嗯 地球也是这个 汽油 球 呦 呦 丢 呦 呦 丢 嗯,不能够随地乱丢纸线 嗯 呦 呦 丢 嗯,做事情绝对不可以 丢三拉,四 丢三拉,四 丢丢 丢 六 数字六 好 前面这个是 这里加 这里组合起来的是 鼻音 大水 这个鼻音 读起来还是比较费劲的 所以我们放慢速度来读 摸油 摸摸你的鼻子是不是在震动呀 震动了就读对了 摸油 牛 慢一点读 再来看 西优 修 修改 你的这篇文章还需要再修改一下 修理 你的这一部单车 弄坏了 要及时的把它修理好 西优 修 好 肌肉 救 肌肉 救 这是一本 嗯 救书 用救了的书 肌肉 救 嗯 医院里的医生啊 是救死扶伤的 对不对 肌肉 救 嗯 把字音读准确 好 这是由 啊 父育母 嗷嗷呦 带上四个声调和其他生母组合成的音节 我们可以自己再来练习 读一读 好 能不能看到这个图片 我们来猜一猜 接下来就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词语呢 好 现在看第一幅图 这是江南沈乡的一张非常美丽的照片 嗯 小船啊 在这个 嗯 小河里面 缓缓的驶过的时候 穿过了一座 石拱桥 两边有非常漂亮的柳树 嗯 轻轻的垂到了这个水面上 好 第二幅图片上面有非常漂亮的这个 嗯 桃花盛开啊 像一片花的海洋一样 来 我们来看着图片 看看旁边的词语 来一起读好 西拱 小 西拱 小 小 小 好 这两个音节都是三平音节 所以一定要读好它 中间的这个芥末啊 都是小一 芥末读的时候 要读的轻而短 而且要快速的读好 西拱桥 西拱小 西拱小 西拱桥 西拱桥 小桥 嗯 小桥 缓缓缓缓的穿过了这一条小桥 嗯 小桥 小桥 游水 啊 这里还有 油水 勒油 流 勒油 авлив 是为水 是为水 流水 嗯 好 再来看 嗯 在流水这个小 小河的两边呢就有 垂流 垂到这个水面上 是为垂 那有 流 垂流 好 最后一个 盛开的是这个桃花呀 非常的漂亮 在这个图片上我们看到了 一片桃花盛开的 景象是组成了 花的海洋 连起来把这四个词语 再来读一读 小乔 西澳 小 西澳 小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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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有流 是为水 流水 流水 是为垂 那有流 垂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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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熬 桃 和我阿花 桃花 桃花 嗯 一边读啊 我们就一边在脑海中想象这样美丽的画面 把这个词语啊 读准确 好 最后呢 老师想送一首儿歌给大家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欢迎台湾 欢迎台湾小朋友 一只船 一只船 扬白帆 飘啊 飘啊 到台湾 接到台湾小朋友 到我学校玩一玩 伸出双手紧紧握 热情的话儿说不完 嗯 好 那么今天我们学到的这几个字母啊 也藏在了这首儿歌里面 来 我们一起慢慢的跟着老师 把每一句啊都读准确 题目 欢迎台湾小朋友 啊 注意这个有字要读做轻声 小朋友 小朋友 嗯 还有这里 飘啊 飘啊 嗯 小船在这个 嗯 河里面 飘啊 飘啊 这个啊 读做轻声 飘啊 飘啊 好 都准确 好 来 一起连起来读一次 欢迎台湾小朋友 一只船 扬白帆 飘啊 飘啊 到台湾 接到台湾小朋友 到我学校玩一玩 伸出双手紧紧握 热情的话儿说不完 嗯 嗯 台湾本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所以台湾小朋友和我们也肯定会成为非常友好的朋友的 好 我们带上这样的友情 嗯 来 来 再来把这一个儿歌读好它 一边读啊 可以一边来拍节奏 欢迎台湾小朋友 一只船 一只船 扬白帆 飘啊 飘啊 到台湾 接到台湾小朋友 到我学校 玩一玩 伸出双手紧紧握 热情的话儿说不完 嗯 台湾小朋友来到我们内地来玩玩爽的时候啊 我们把他接到学校里面去参观去游玩 哎 我们和他有很多说不完的话 从此啊 建立起了非常深厚的友情 来 再来读一读 这个时候啊 一边读啊 一边在脑海中想象这样的情境 来 再来读一次 欢迎台湾小朋友 嗯 欢迎的时候脸上面带微笑 欢迎台湾小朋友 一只船 扬白帆 飘啊 飘啊 到台湾 接到台湾小朋友 到我学校玩一玩 伸出双手紧紧握 热情的话儿说不完 好 学会了这首儿歌呀 我们把字音读准确 也可以试着把它读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和小伙伴来听一听 好的 最后啊 还有两个音节 我们一起啊 把它写一写 来 拼一拼 看这两个是什么样的音节啊 来 先读第一个 西 西拼小 小 这是一个三拼音节 西拼小 嗯 先写好这个声母 西 中间的戒母是个小一 再加上 拼 这个负语母 声调是标在阿上面的 西拼小 来一起跟着写一次 啊 西 戒母 一 再加上这个 拼 拼 拼加上了第三声是拼的音节 啊 三个这个字母之间啊 这是 看上去是四个字母啊 这是 生母 戒母 加上一个负语母 写的时候要写紧凑一点 西拼小 第二个音节是 呢 油 牛 哦 连起来 它们是一个词语 来读 小 牛 嗯 小 牛 呢 油 牛 牛呢 它是一个鼻音 呢 一个小门洞 加上了一个 油 啊 这样一个 啊 负语母 第二声的负语母 呢 油 牛 好 写一写 小门洞 呢 加上了负语母 油 嗯 好 边读来边写一写 小牛 西拼 小 呢 油 牛 小牛 看准了位置啊 声调都是写在这个 啊 上格的 而且要靠近你所写的这个字母 有 阿在 把帽带 所以在这个音节当中 有阿出现了 这个第三声是写在这个阿上面的 啊 要是一屋一起来 谁在后面给谁带 这个一屋在一起 在后面的是字母 屋 所以 这个 声调呀 就是给这个小屋带上的 好 今天的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 同学们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 订阅